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3号了 这个 我的课还是循环在讲解 你们先来的也好 后来的也好 无所谓 时间先进和后进来 只是 大家要保证完成 这个21堂课以后 你们先来的也好 再去赌场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的认知 你的方法 包括你的这个心态 会慢慢的转变过来 因为赌博赌久了 问题不光是出在打法上 最主要还是心态 还有 这个最近有一些 我发现有一些这个 朋友 还有这个我们的学员中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到处在找这个打法 其实我上面 上两堂课 我就是出了 给大家出了几个打法 那个打法有几个 有两个绝密打法里面中 就有一个打法 我说 保守地告诉大家 可以打印90%的牌 但是我的弟子 给我打电话出来 他说如果严格按照 我的打法和我的助码法 可以打印100%的牌 其实这个 我这个告诉大家 能打印90%的牌 我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是通过这个 100万靴牌 就是用电脑模拟出来的 100万靴牌 在100万靴牌 我仅仅只输了 有两靴到三靴 就是100万里面 才输了两靴到三靴 而输了钱 就是 我们要在这个 打百家乐中啊 输了一两靴牌 仅仅是啥 九六一毛 所以说 打印百家乐 我告诉大家 就你严格按照 我那个方法 就了一招就够 不要再往上去 倒睡之早了 那个所谓的 一支付追的打法 我告诉你 就你 那些都已经输得要命了 千万不能用 千万不能用付追 付追不管你曾经赢多少 不管你觉得 哎这学牌我付追 好像输一口赢一口 输两口赢一口 输五口赢一口 也能赢回来 但是我告诉你 走走 九走夜路 会闯鬼的 你总有一次 赢不回来的 所以说那种打法叫什么 叫死亡打法 就是马丁兰是死亡兰 虽然说 从数学的根基理论来说 他是可以打赢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赌场 他不会给你这个数学理论的 他为什么 他要有献红 我就上堂课也给大家讲了 这个献红啊 这个在我曾经去几个赌场 打这个打牌的时候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到打过那么大的盒 就打盒打六点 会第一手盒没出来 我一手就可以上几千上万 包括六点 六点我打好几百 因为他六点赔率很高 赔五十倍 我打一手打九百 九百打了我打一千八 我在新加坡可以打到七千七万 我最大的打那个盒打到九万 然后赌场 因为这一些输了钱的这个排行 和他发现这个 发现你这个打法以后啊 他会改赌归的 所以有时候我讲的这个绝密打法 不要到处去跟别人分享 你就自己用 永远是咋 自己用 因为赌博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什么行业啊 它是个灰色的行业 它是个妖 所以说在我们 我们天天就在跟妖魔鬼怪 在作战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方法 一定不能随便拿出去 还有学员在进啊 所以前面我们先聊一点 那个课堂以外的话题啊 所以这个 昨天的学生给我打了电话 那个学生我看在把我的弟子 因为我带着他打的啊 因为只有弟子 我才有时间带 其他的我确实没时间带 这个 爱迪在吗 在在在我在 你运用那个方法打 最近 最近给大家讲一下感受 是我打是这样的 我就按照你上节的讲的 就是用后三周来打 我打呢 实际上这个方法确实很好 我就是到最后那天 我跟你说的 我到最大的那一口 四千八我没敢上 没敢上我就输了 但是按照你那个方法是赢的 所以我最近一直不是 我每天我打的赢多少 我都发给你嘛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打 是不会错的 绝对不会输钱 但是呢 我不是每一口都打 有的时候就是根据咱们的那个四大铁律 对 不在我们四大铁律范围之内的那一口呢 我基本上都让掉了 如果是符合四大铁律 按照你的方法 是手手赢钱的 什么方法啊 我们没上课 不好意思 老师讲讲吧 就是那个 上次上课老师说的嘛 我没上课 因以下内容涉及到一些收费学生的权益 因此在这里不便于公开 请原谅 如需了解更多的问题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将尽力提供帮助 在百家乐这条职业生涯中 如果你想通过个人的研究 尝试 甚至 道听途说 去打赢百家乐 是很困难的 但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可是这样做的代价 通常是相当昂贵的 我曾经遇到过一位 想自学百家乐 但没有得到人指点的人 他最终输掉了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然后再来找我 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百家乐是一项需要深入了解的技术活 他需要找专业的人进行指导 否则的话 你会输得很 我讲打法 其实每一种打法都可以赢钱 如果你觉得你赢不到钱 或者是出了问题 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 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就是没按照我的方法 四大帖令没有遵循 如果我们打牌 只应用四大帖令都可以打赢他 最关键的问题 今天四大帖令找不到的时候 你非要去下注 你非要去就要出问题 那我们今天讲第五课 百家乐的路单 讲到现在 讲路单之前 我跟大家提个问题 你们打百家乐 最主要在寻找什么 我看谁能回答正确 大家在寻找什么 寻找如何正确 寻找规律吧 打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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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学生回答对了 寻找规律 我跟你讲 你去寻找找钱 这个是出问题的 越是有这个想法 你越出问题 万事万母都有因果 我们打牌 就是找因和果 就是牌出来之因 是什么 最后我们找到他的果 就是找他的规律 你只要寻找他的规律 你就赢钱了 你不要去想找钱 想找钱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 你看到别人打大 你看到别人那口中了 哎呦 你也想 你打下去就没有 看到别人连营 下大株 你一口大株下去 把自己的所有打法 注码 心态 全部打乱了 后面 你会梳理一套 所以说我们第五课讲什么 讲百家的路单 路单是在什么 就在找规律 百家呢 是有规律的 它是个概率 和宇宙规律 我每次提到宇宙规律 宇宙规律很奇怪一个东西 宇宙的终极 终极规律 看过书的人多 就是看过这个宇宙规律 包括对这个物理学感兴趣 就知道 整个大宇宙 它就是一个因果规律 它在出来前 就是在这个任何事物发展之前 或者离子运动之前 会造成离子运动的后果 像我们人也一样 凡是我们违背宇宙的 宇宙一个规律的时候 对我们每个人的发展 和我们做事情都不利 我以前说过 有本书写过 上帝是邪恶的 你越是想要东西 特别想要东西 它越是不会给你 这个宇宙规律也存在这个东西 还有你越是怕的东西 它越在你身上发生 这也是一个宇宙规律 还有你越是担心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遇到的事情 往往就是这样 就是你容易出现 那个问题的担心 你没发现 你越是哪天担心输钱 你坐的桌子牌都不好 这个就这么奇怪 甚至那个坐的牌的好 特别好那个牌 而且你的想法全是相反的 为什么 就这个 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大宇宙规律 一定要相信这个 我们赌博赌的什么 第一个赌的规律 第二个赌的运气 运气就是啥 就是宇宙规律 也是个宇宙规律 在你走下坡路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死磕 在你走上坡路的时候 我说赢的错 冲 我一直说的 在赌博中 赢无限 不要去限制你赢 输有限 输的时候一定要限制 这样才能赢到钱 如果赢你限制 输的时候你要限制 你怎么限制 还是输 所以说 你们学习 你们找东西 你们一定要用大脑去思维 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到网上去买 就是原来在我课堂上过课的 我听说还在网上去买那些打法 花八百 一千两百 一千两千去买那个网上那个 告诉大家的打法 就买那种打法 一个视频发给你 怎么打 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 全是无济之谈 全是他已经输到了 穷途末路 你就问他 让他 你要拜老师之前 你要去找他 看他有没有一柱 可以下几千几万的 美元的 让他发给你看 这时候你才能相信他 他自己都不敢打 他自己打都打怕了 他拿这些东西 拿他曾经失败的东西 来卖给你 你们还去买 所以拜师啊 一定要咋 谨慎 我教的东西 你们对照 严格按照我的东西 随便哪一个拿出来 对照 赌场 我可以说 都是咋 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概率的 所以说 千招万招 你就用我那一招 就可以咋 就可以长期盈利赌场 你的 这个四大铁力运用好了 你装献一样多的牌 找不到规律 找不到四大铁力 不打吗 找不到规律 我还干嘛去打 死客 就这么简单 这个 所以我们要寻找规律 我们就要去找路 这个百家乐里分 大路 猪盘 大眼 小路 蟑螂路 和长江路 前面这五个路 大家都知道 长江路 大家不知道 前面这个路 赌场都放出来 长江路 没有放出来 长江路 是我发明的 这个 大路 猪盘 大眼 小路 这些 还有这个 蟑螂路 它怎么出来的 它都是在什么 在寻找规律 都是赌场给规律 给你 让你寻找 但是在规律之中 它会发生突变 一突变以后 就规律 只要一突变 你会连续输钱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 这个突变的仇 去怎么解决 稍等一下 我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叫什么 录单 给大家看看 这个还有 有的学员没有 我的微信 这有一个微信 和那个 指飞机 这个二维码 如果你们没有 你可以扫一下 或者是丢失了 或者是我的那个微信 被封了 你们就联系不到 你就可以用那个二维码 或者就是在课堂上 再进行跟我联系 好 那个 还有一些学生 新来的 我们今天把那个啥 发给你们 那个 二维码 那个 就是那个 训练软件的 二维码发给你们 教练软件 我免费提供给你们 教练软件的二维码 老师 那个教练软件 可以用苹果手机 下载 不可以 好的 谢谢 那个软件 只能是用安卓系统 老师 你可以给我们注册 那个有点数的吗 我们想看一下 那个有点数的 好像比较好 那个软件 哪个有点数的 就是你新发明的 可以看下山路 那个的 就是下山路预测的 是吧 是啊 那个有 还有周盘路 可以看点数的 周盘路可以看点数的 那个不是已经给你们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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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年的学生是不是有啊 今年的 没有 24年的班的 我打发给你们 这个应该有 来看一下啊 24班的是不是有啊 没有 这个 看到这个二维码了吗 看不到 看不到 嗯 一半 有一小节 看了一半 稍等啊 我重新来 嗯 现在能看到吗 看不到 还是上 挡住了 上面那个 哎 还有一 还有一点 现在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扫描一下 这个是 老老师 这个 这个新版的 跟旧版有什么 把旧版 你得先删除掉吧 删除掉 重新装啊 重新装啊 嗯 好 这个就 这个 大家拍下来 拍下来 马上给第二个 手机版的 这个是iPad的 iPad版的啊 但不是苹果的啊 是 是谷歌系统的啊 三星啊 华为啊 都可以 OPPO 啊 你是谷歌系统就行 不是苹果系统啊 那你把手机版的吧 好 这个手机版的来了 OK 拍下来啊 大家都拍下来 拍下来 用用那个 扫描以后去下载 下载完毕童 重新安装啊 现在这个是手机版 是吗 对对对 这个教练软件 大家一定要用啊 这个 在寻找规律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练习 它是一项技术 必须要练 知道方法 没有多大用 最大的用是要练 要把它形成你自己的一个 大脑里面形成一个 自己的一个方法 就像这个打这个 打这个 打擂台上台 打 打伞打 打拳击一样的 教你左勾拳 右勾拳 边脚都没有用 你不去练 没有用 你知道再多 都没有用 比如说你看 老师 有没有预测 下山路的那个软件啊 有有有 有那个下 就是 喂 有 有下山路的 喂 你好啊 我是那边的朋友 是 是 我想请问呢 我几时 可以跟你交情 和乐飞 哦 你在哪里来 你住在 我现在是产原的 哦 你有时会过来 Temple City是吗 有时会过来的 如果你是 不要再聊天了 因为我以为今天下雨 我是很晚了 我就过来 如果不是就提议 哦 这些是OK嘛 这大屋其他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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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天天的 老是正常事 好 现在这个 看不到了 看不到 接下来的内容 比较重要 现在行不行 我只能播放一点点片段 请大家原谅 看看我们的 这个 大路 大路你看 出一个庄 如果出闲的话 它就换列 它是按照 换列进行排列 如果出庄 它就一直往下 往下走 但大路呢 是我们打牌的一个主路 主路 大路 包括斯拉其律 也是看大路 这个猪盘在哪里 猪盘在这里 大家能看到吗 猪盘在这里 猪盘 我们打猪盘 是看什么 点赞寻找规律 猪盘上的规律在哪里 第一个 猪盘上的规律 我给大家画 它会出现 新庄 就是在 在有一条啊 很多的庄 弦很少 看这两条 它就是装很多 弦很少 它 看到吗 只有一个弦 就是几个庄 有一个弦 又是几颗庄 这条路一样的 这是它的一个规律 那还有一个规律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打核 打6的规律 核6和对子 核6和对子 也在猪盘上去看 核6 你看核 6点 斜口 一定要拉通 看这个 看这里 斜口 核6点 这个代表6点 这个代表小六 这是6点核 我还是 fold 这个代表6点